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体讲解SST部分 今天的内容是Mary Mellon,伤寒玛丽 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伤寒玛丽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这是一篇相当老的基金了 首先从第一句话开始 Mary Mellon, better known as typhoid Mary 第一句话是说Mary Mellon,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伤寒玛丽 是美国第一个被确认为伤寒病原体无症携带患者 所以我们再可以看到这句话呢 首先它的主语呢是我们这个文章的 核心也就是伤寒玛丽 Mary Mellon,它也被叫做伤寒玛丽 这个呢是作为插入语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Mary Mellon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系统词,像是表语结构 是第一人,美国的什么第一人呢 是被认为是携带 携带了伤寒 伤寒病原体的第一人 所以说呢,如果这句话 如果我们要记它的核心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记为 Mary Mellon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carries typhoid favor 所以说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记成 Mary Mellon呢是美国第一个携带伤寒病原体的人 第一句话其他就出了很多的内容 需要我们在记的时候呢稍微快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首先她总共感染了51个人 有三个人死亡 这些数字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被她所感染呢 是因为她的career 她的职业呢是什么 是厨师 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记为 如果记比我记的话 我们就可以记为 有51个人被感染 三个人死亡 由于她呢是做厨师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是说 她两次被公共卫生当局强行隔离 并且呢在隔离将近30年后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 and连接的并列结果 在这里的and呢 它后面的内容是对前面的内容 一个递进解释说明 这句话的主语呢 还是我们的主人公 上海玛丽 她做了什么事情呢 她被强制性的隔离起来 被谁隔离起来呢 就是被公共卫生当局隔离起来 隔离之后发生了什么内容呢 进一步递进的内容呢 就是她在隔离中呢 度过了将近30年 在隔离中度过了将近30年 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要记的话呢 就是她被公共当局隔离 并且在隔离后的30年死亡 也就是说她被隔离了30年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从1900年到1907年 Mellen在纽约市的 七个家庭做厨师 这句话呢 首先她讲了一个时间段 1900年到1907年 总共的时间呢 是为期七年 在这七年中呢 她在哪 她在纽约市做什么呢 做厨师 为七个家庭做厨师 好了这有一些数字 其实数字来讲呢 这个时间是不是很重要的 七个家庭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要记得呢 就是Mellen她作为厨师 在纽约工作了一段时间 为某些家庭就可以了 你再看下面具体讲的是什么内容 这句话是说 1900年的时候呢 她在纽约市工作 在那里工作不到两周 当地居民就患上了伤寒 所以说上一句话呢 咱们讲的是从1900年到1907年 而这一句话讲的就是 在最开始她工作的时候 1900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她在纽约市的某一区工作呢 仅仅工作了两周 就有当地居民患上了伤寒 所以说这一句话呢 也是在具体的解释说明 或者说是举例上一句话 因为上一句话 咱们讲的内容是 在这一段时间内 Marie Mellon呢 由于在这个地方 或者说在纽约市做厨师 有51个人感染 三人死亡 就在这里呢 就从时间的一开始 就说1900年 时间段最开始的时候说 她在纽约哪里做厨师 有多少人感染 所以说这句话呢 是上一句话的一个具体的 解释说明 或者说具体的一个例子 它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信息 让我们看一下下句话 具体讲的是什么 接下来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1901年 她搬到了曼哈顿 在那里 她工作的家庭成员 出现了发烧腹泻 然后呢 洗衣女工也去世了 在这里讲的 其实时间上有一个变化 那就是从1900年到1901年 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并且呢 未知工作的家庭呢 也患上了 也患上了伤痕 并且女工死亡 我们可以看这句话 其实是对上上句话 另外的一个例子说明 只是时间 点变了 从1901年到1901年 所以说这句话呢 还是在解释 或者说是举例说明 我们文章提到的第四句话 好了 所以说 第三句话应该是 所以说呢 这句话呢 没有出任何新的信息 还是具体的举例子 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是说 Mellon之后 为一位律师工作 那家人总共有八个 其中呢 就七个人病了 她就离开了 所以说这里面说的是 她之后呢 又为另外一个家庭工作 那个家庭里面有七个人 因为她而得病 所以还是说的 有多少家庭 多少人 因为她而得病 还是具体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这个呢 文章呢 像是在说故事一样 这个人一生平生的故事 从这个家庭 到那个家庭 再到另外一个家庭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时间的顺序来说明它 但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它都是一个具体的解释 或具体的举例说明 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概念 或者信息 所以呢 我们没有需要记的部分 很多部分需要记的呢 是集中在前三四句话的 我们再看后面 有没有新的信息 这句话是说 1906年 她在长岛的牡栗湾 找到一份工作 两周内 11名家庭成员 有10人因伤寒 在住院治疗 所以说这句话呢 时间点 从1900年 到1901年 再到1906年 然后地点呢 变成了Oyster Bay 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家庭 是因为她而生病了 11个人呢 有10个人而生病 并且患上了伤寒 所以这句话呢 还是在解释 或者说这句话 还是在举例 有哪一些家庭 因为Mary Mellon 而得伤寒病 没有新的信息 还是在具体的举例子 我再看下一句 这句话是说 她换了工作 另外三个家庭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所以说呢 还是在说 由于这个Mary Mellon 有家庭患病 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们再看 是什么样的事情 发生了呢 这句话是说 她为纽约的一位 富有的银行家的 家庭做厨师 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还是在说 1906年之后 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她还是在为 其他的家庭服务 以厨师的身份 作为服务 我们再来看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好了 这句话呢 是说在 1906年的夏天 沃伦夫妇 在 她的新的雇主 去了一个地方 我们再看 去了这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出现 什么新的概念 从8月27日到9月3日 这家的11个人中呢 有6个人感染了伤寒 所以呢 与前文一样 这几句话 主要说的还是 由于我们的伤寒马力 有多少的人 或者一个家庭中 有多少的人 得了伤寒 得了疯寒 然后她没有出现 新的信息 还是再重复 举例子 下一句 据在牡蜜湾实习的 三名医生说 当时这种疾病 在牡蜜湾 不是很常见的 所以说这句话呢 它有一个重点的词 就是安忧了 也就是说 这个疾病呢 在当时的地方呢 是不常见的 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主要呢 就是这篇文章 一个核心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细节内容呢 在之前的前三四句话 就全部给完了 所以我们在记笔记 或者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清重点 有哪些是例子 细节性的内容 我们是不需要去记的 而有哪一些呢 是概括性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去认真记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篇文章的核心要点 这篇的核心要点呢 其实总共就是四句话 这些四句话呢 其实也就是文章开头的四句话 我们试着要把这四句话串起来 串成一篇sst的小文章 字数要求呢 还是在50到70字 大家花个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试着串一下 在自己写好之后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 一开始可以看到 老师用了一个模板 就是说 就也是我们往常用的模板 其实呢 这里建议 模板大家知道一个 或者两个就足够了 问题呢 是要正确且灵活的使用 比如说这一句呢 一开始我们说的是 The lecture was discussing about Mary Melon Marlon发生了什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个互引导的一个从具 接下来呢 咱们用she 人称子 人称代词 来指代这个Mary Melon 接下来呢 做一个结果 我们把它说 as a result 我们用这个词来引导 他又做了什么呢 因为之前呢 他让51个人感染 三人死亡 所以做一个结果 引导结果的句子的话 我们用as a result 在这里 他被隔离起来 然后呢 一个并列结构 隔离起来并且死亡了 在他做 在他在纽约的 然后下来呢 就导致在他在纽约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具体说明 或者说大概用一句话来带过就可以 之前举的那么多例子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参考答案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可以骚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PTE Study 谢谢大家